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Tony珊珊 今天在这个布道旁边 我发现了蘑菇 看 有这个 下面还有 因为觉得挺特别的 所以过来看一下 你看 就是这个 看 还挺大的 我能觉得它这个颜色挺特别的 好好奇哦 我想看看它这个反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来试试看 我来试试看 可不可以把它搬下来 小心 小心 你看它这个上面 它这个上面 还挺牢的 是 是两朵一起吗 两朵 下面一朵也挺大的 你看 你看 哇 超级大的 我们看看它的反面吧 非常的好奇 哇 漂亮 我感觉啊 它这个有一些 紫油油的颜色 有没有 感觉有一些 有一些紫色 那我搜索搜索了一下呢 有的人说啊 这个是 有蚊子 这个是那个 我们的凤尾菇 但是也有人说呢 它这个是 格尔菌一种 有好多蚊子 但是呢 在没有确定之前啊 非常的不确定啊 我们也不能吃这些野外 野外采摘的一些菌 漂亮是很漂亮的 非常的肉食 要是能吃就好了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可惜了 那这样我把它回归大自然吧 啊 哇 好多蚊子 看 又有一个蚊子在咬我了 然后呢 我发现啊 这边 这边有一个木桶 也是掉下来的 看一下 不注意的话呢 不太容易发现 因为它这个颜色 这一个像一个正圆形啊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看 这里还有一个圆圆的 嗯 看一下它的形状吗 好漂亮 看看它的那个下面 有什么不一样 把它转一下 嗯 下来 嗯 比较难拿下来 很扎实 手感非常的厚实 啊 这个会比较明显 非常明显的 紫色 带着一抹的紫 非常明显 看 非常不错的发现 好了 回归大自然吧 到时候看看果子里会不会吃吧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对 好 谢谢大家